有些凹凸的解鎖位是很難令到它們完全鐵伏 所以如果想效果再完美一點 可以upgrade做PPS 突破實體膜的物理限制 克服了凹凸的大難題 Hello 大家好 我是卡森榮 Vincent 在我旁邊這一部就是剛剛落地的Volkswagen ID.4 亦都是福士在香港市場第一部SUV電車 這款顏色其實是Moonstone Grey 比起一般的Tool Tone 還要多加一隻顏色就是銀色 看起來真的有型很多 這款顏色真的蠻特別 因為正面看的時候是銀色 但側面看的時候有些灰灰的感覺 而這部車我比較喜歡頭蚊把膠件這個位置 網狀的設計延伸到頭燈這個位置 感覺真的沒有那麼單調 又真的蠻漂亮 不過這部車有個位置蠻有趣的 這裡有play和pause的button 好像看片一樣 這部ID.4是來我們做PPF的 PPF就是可以抵當大部分石仔彈的問題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在我們施工的過程當中 最困難就是一些凹位和凸位 其實這些都是PPF的物理限制 有些凹了下去的解鎖位 是很難令到它們完全鐵伏的 所以如果想效果再完美一點 可以像這部Postar 2一樣 手柄和側鏡殼都可以upgrade做PPF 突破實體膜的物理限制 克服了凹凸位的大難題 之前有部MIVA 9都是有這個情況 側鏡位有兩條凸位 我們都是用了PPS去解決這個疑難 還有另一個情況 就是好像某些車款的側鏡 沒有辦法做到一張膜完全包住了 就好像mini為例 它們的側鏡好像球體一樣 在施工的時候要麼就做分刀 要麼就包一半 這樣就出現膜邊 自自然很容易有菌黑邊的情況出現 這個情況做PPS就真的最適合了 因為它噴上去就會形成一個保護膜 這樣就可以做到一體成形的效果 給多個例子你看 有一位JDM的車主 想保護它的電導波滾 都找我們做PPS 所以PPS可以應用的地方真的很多 今天就講到這裡 接下來我們的頻道 都會有更新更多新車的資訊 還有最新車身保護的貼紙 記得follow我們 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